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誌 我是阿民 聽聽人家說 人生若有大目標 千金萬彈都能挑 人生若沒有目標 一根稻草也讓你折彎腰 今天的特別來賓就因為有慈濟 讓他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標 什麼人呢 就是他 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黃正鵬師兄 今年四十歲 看起來自信滿滿對不對 你很難想像 過去的他 對自己 沒自信 對於生活 沒目標 賺錢工作 彷彿就是他的生命的全部 但是想不到 自從他接觸了職技 開始投入環保回收工作之後 哇 在這個 需要耗費許多體力時間 又探補百分級的過程當中 他找到人生的意義跟方向 想知道 為什麼主持 可以讓他親情可以當長大人 一樣 脫胎換股嗎 帶頭到中華的下頭 來實在 黃正鵬 給你吃 你吃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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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嗎 對 現在才回來了 對啊 要拿錢 好 好 你喔 這是你吃飽嗎 你吃飽嗎 你吃飽嗎 這麼多 好 好 好 只要有時間 就全心投入慈祭的活動 是黃正鵬給人的印象 十幾年來 跟著大家一起做環保的收穫 就如鑽石般珍貴 因為他認識更多有志一同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是一個禮拜 一次而已 所以我們要把這種營餅 有型就要出來做 我們要把這種好的機會 跟我們的環保祭工 我相信結了一份生命 就不用發怒 你也不用發怒 你也不用發怒 對啊 這些菩薩都越做越開心 身體越健康 所以我們也要跟他們認識 他們是我們認識的對象 這不是說 這個年輕人真的很不簡單 他在持續世界以後 他在還沒有當隊長之前 他都盡量找時間 來我家 甚至店長 都會去做環保 只要沒有勤募 或是沒有其他人開 他一定會夠 好 好 你好 你好 你用什麼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全部要算好的 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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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而已 沒有 沒有 有 前面是醋的 這是一個 熟稿 比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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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志工 對每個人的意義 不盡相同 對黃正鵬來說 加入慈濟 不僅啟發了他的環保理念 也讓他更有自信 面對群眾 應該是說我還沒有在 接觸到慈濟之前 我是一個 算是比較 不會讀書的小孩 他也是比較沒有自信 剛出社會 剛好家裡在開產品工廠 所以也因為沒有自信 所以在家裡幫忙 就是送貨 接觸到慈濟之後 剛從做環保開始 讓我覺得說 原來我也可以 踏出這個家裡的大門 跟我們的慈濟的食用世界 來做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就這樣 當了五年的協力隊長 2014年年初 黃正鵬正式接下 戶愛隊長的職責 即使現在承擔了更重的責任 但是再忙碌 他也不忘與人相處間 那一份溫馨的關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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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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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你會記得我叫什麼名字嗎 建平 建平 好 你記住了 對 我來我叫什麼名字 你這個就老叔出頭了 老叔出頭了 老叔出頭了 這個我們政社做的六個 我做不到 有六個了 來 要擁有 我帶你來做 好不好 我來做六個了 電話的關懷畢竟只是 比較沒有親近的感覺 還是要來到家裡 瞭解現在主隊員的狀況 跟他們的 不只認識 我們的主隊員 還要跟他們家人 結這份好緣這樣 那就是把此地 師兄自己真的當家的 因為也這樣 所以很開心 就是都擁抱到他的風景 這個在我們小孩 現在找很多唱 所以說 早早早晚都用心 這樣在家裡 淺淺的笑容中 有著黃正鵬最誠懇的祝福 這一位年輕 使得他更懂得把握機會付出 讓每一天的生活 都變得精彩萬分 看到正鵬師兄的故事 真的見證到我平常常說的一句話 因為有慈濟 讓你的人生更亮麗 生命更有意義 對吧 甘聞今年適時而不獲的正鵬師兄來 甘聞甘聞 這次甘聞你承擔父愛隊長 辛苦你這兩位 都是你的前輩 前輩你的長輩 一位是我們的蔡有良師兄 甘聞 我們的和氣隊長 還有我們的和氣副隊長 劉友春師兄 大家好 甘聞 看這個年輕人 從單身到現在 今年年初結婚成家立業 大家一定很高興 對不對 對 你已經聽說 對自己是沒自信的 對 非常沒有自信 真的假的 對 為什麼會讓你沒有自信 因為可能是在家裡是排養老妖 從小就不會讀書 還有運動細胞也不好 所以在外面很少被讚賞這樣 自己會變得很沒有自信 所以你的哥哥姐姐表現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對 所以如果放在一個天秤上來秤 你絕對是 就覺得差很多 那你這麼沒有自信的人 應該不會很積極主動去找慈濟才對 但是聽說是你自投投網網 我自己主動去找我們的慈濟環保站 為什麼 因為當初是我姑姑有告訴我 有一個華臉的師傅 他在推動做環保 可以把垃圾變黃金 黃金又可以做愛心 可以繞著全球 對 所以我想說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差不多長時間的事情 對 921的時候 1999年 那你幾歲 那幾歲 大概25、6歲 對 很多人那個時候正位事業打拼 哪有時間扁經濟 哪有時間做主席 但是你就一頭栽進去了 對 第一次去做完環保之後 就一頭栽進去了 為什麼 好奇怪喔 因為會覺得非常有意義 聽說那時候 你就經常跟他有互動 在做環保的時候 因為他第一天來 剛好我也開公司的車去做環保 剛好他來的那天 就是對我的車處理財 對 他第一天來就對車 對 對我的車處理財 你不是在那邊觀察 你直接馬上化為行動 跳上環保車就出去載 對 見證著 當時他的經驗是怎樣 對 那時候他來是 應該是說 那時候對我的感覺 他剛才是 覺得不說很主動 不過那時候 我剛才在做環保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那時候沒有你對我的車出來 對 所以那時候他對我的車出去 就慢慢做 默默做的 慢慢做 那樣的 他也不會去主動說 這樣拿出什麼問題 看我問 因為 本來我 就像他 會比較少 這種少年 像那時候 都說馬 又是少年 他說 他對我的車 就這樣 整路上 都會 找話題 跟他講 這樣 這樣 他 這感覺還不錯 本性應該蠻善良的 對 要不然怎麼會自己找到 找到這裡來做 對 所以在過程中 你有看到他 越來越把心胸打開嗎 有 越來越會跟人家 這個 互動 對 來 我們的劉師兄也來見證一下 當時你實在 這個年輕人家的時候 我跟鄭門師兄 很清楚 是 當中的環保師姐 他碰上一個軟體 說他有一個 以前在他們 代工的 做三個家庭 那個 那個 路人是 人是很煩惠 但是 他們 人家 很趕快喝小酒 哇 他就 他看到這樣說 這個家庭看起來 他說 他很不捨 真的 他很自備 他就去問說 師兄 他可能 實際上說 過期我也是 小酒 喝二、三十年 來找我 可能比較適合 要怎麼去叫人家酒 他先知道這個 高原家庭的情形 他主動來幫你 請你 到三天 我們一起去照顧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有慈悲的年輕人 人之出性本善 他本來就有那個善良的心 而且他做了環保之後 越做越歡喜 當然大家也鼓勵他 你可以見習 可以培訓 後來也受政當辭辰 而且他為了要讓自己的 事業、自業 能夠雙軌並行 聽說他選擇工作 也選擇了一個 可以彈性配合的 原油 他是在 南港港府 在那 一個電子公司 是可以各個帶他去的 他就說 為了要做主席 所以選擇 一個業務的工作 用這個 彈性空間 就比較好 所以他所講 我們主席書 把他擺在第一身 這個想法 真的 也是 在我們學習的地方 那現在有兩個好奇的點 一個是 業務 當然量越多越好 那你要做慈祭 怎麼樣分配時間呢 時間如何更有效率的使用呢 再者 這樣的人拼命做慈祭 有辦法娶到老婆嗎 他今年一月份成婚了 到底什麼樣的事情 讓他跟太太結上好緣呢 就是業務的工作 影片完之後我們繼續來聊 好 早啊 你怎麼這麼早 你來這邊今天有什麼活動嗎 今天我們要 陳中期訓法鄉 要來聆聽我們的 善人的那個 還是這樣 正常我們每天都會過來 先 先替我們的 孫師姐開門這樣 每天準時5點10分 抵達社頭環保站 黃正鵬積極投入 陳中期 薰法鄉的活動 社頭在2014年年初 剛通過志工早會連線的申請 為了順利推廣 於是他自告奮勇 承擔幫大家開門的工作 師兄現在目前剛開始 對 這個活動嗎 對 來參與的活動嗎 至少有5位的 5位的師兄師姐以上 最多有到十幾位這樣 我們希望能夠 越來越多人 能夠來 跟大家一起來 陳中期訓法鄉 年輕上門的開示 對 請主持人 向頭上 及上門 十三明星 你早上都必須要 請我們的 正門師兄來開門 像現在 剛剛來是十度 現在是十三度 這種 這麼冷的天氣 有我們的師兄的一個代理 能夠讓我們的 陳中期薰法鄉 能夠在上人 要給我們 這一份大禮物 滑滑雞 然後希望我們 所有的師兄姐 所有的慈濟人 都能夠法入心法入心 明白修服也要修智慧 所以再疲倦也要撐起眼皮 用心聆聽 他說 每當自己的心中 有煩惱和問題時 總能在聆聽開示後 找到心中的答案 你自己本身也要去上班子 那 這麼早來才要 志工找回 同時幾 不會很累想要放棄嗎 我們是上人的弟子 上人從來也沒有說過累 所以 我們作為上人弟子的 更不能說累 而且 上人最擔心的就是 我們這群的 師兄師姐 還有我們的志工 就是 都很會做事 就是有修復 但是在 成長會命這方面 是比較不足夠的 所以 我們要藉著 成長取 尋法香 來帶動我們的 師兄師姐 還有我們的 社區會眾 都能夠 增加我們的智慧 能夠 做一個 符慧雙修的弟子這樣 平常中 方健修養 在其他志工的眼裡 黃正鵬 不僅認真做事 也是個平易近人 幽默風趣的年輕人 萬宏從中一點綠 即使是唯一的男眾 面對長者 他仍不失禮節 又心招呼大家 說菩薩菩薩就夠了 你看 感恩 張芳師兄 在家裡有幫忙掃地過嗎 有 家裡 大概一個禮拜都要掃地 還有 擦玻璃 還是 每個禮拜都要請你吃這樣 所以來這邊也做得很上手 對 就是 因為回到這邊 像在 就是自己的家裡一樣 還是要把它 要把它打掃乾淨 只要電話一打 他一定 都答應得 只要是慈激的事 說實在話 很精進 因為 他爸爸跟我們是很熟 所以很擔心說 哎呦 我還沒出 怎麼每個人 煩惱都一樣 對 因為他年齡 就是說 如果要做四十一 就要煩惱 帶著慈激法妻們 滿滿的祝福 黃正鵬 在2013年年底 正式完婚 進入人生新的里程碑 能夠家業 事業 置業 三者同時並行 是黃正鵬 給自己最大的期許 在這裡真的要 恭喜正鵬師兄 賀喜正鵬師兄 也成家立業 對 未來有姻緣 你也要成為人家的家長 對 要傳宗接代 延續這個愛跟善的力量 對 不過啊 空主公也說 吾十五而治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你今年四十歲 已經晚了人家十年了 三十而立嘛 因為你二十五歲 就開始做主座了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怎麼沒有覺得說 成家立業是你生命中 一個重要的規劃嗎 嗯 在過程當中 我覺得成家 是沒有再考慮進去 是怎樣 你又沒自信了 會覺得說 做詞技 會覺得 越做越有意義 我就沒有想到參加了 那家裡的人對你做詞技的態度怎麼樣 大部分還是都是支持的 聽說媽媽很挺你啊 對 媽媽很挺我 兩位身旁的長者啊 長輩們 看著這位年輕人 這樣二十四小時 手機都不關了嘛 不管是業務上的工作 或是實際的勤務 你彷彿就是 站在那裡 7-11 你曾經擔心他 南大當婚 女大當嫁 找不到對象嗎 講老實話 講老實話 有時候還是 也會怕說 他真的會娶婆 當務了青春 對 但是 在我們的大家庭裡面 其實我也跟他說 隨緣啊 對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說你自己沒有那個緣分 也不要勉強 當然 所以我也跟他說 他切隨緣啊 抓就抓 沒有抓 很多人都沒有抓 對啊 清修也真好啊 對啊 那友春師兄呢 李姓喔 陳文師兄 他有女朋友的時候 我很早就知道 你知道嗎 我很早就知道 但是我從來 我就不可以拿去這個問題 因為我相信是 有 我曾經我聽過師傅的 他們都說幾句話 說 有人的鐵不開 有人的鐵不開 沒有人的騷不開 所以我很相信 我們師傅說這幾句話 那當時 很多人不懂 那些人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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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讓他很困難 也會讓他很複雜 你跟你們師傅 實在聽說 是你去他的 服務 你們師傅是 副理師 副理師 在經濟上班 對 你去推銷 你去做藥 你在藥做藥嗎 對 就這樣子 認識了 對 不過作者作者 你那麼忙 他有沒有生氣的時候 有 可是 禮拜六 一起出去 因為那時候接 協力隊長 就常會有請務 到這邊 我就要聯絡我們的 主隊員這樣 所以他就會說 那就 那就不要出來好了 我們就回去 你去做你的 做你的實際好了這樣 對 那你有跟他講說 其實我是在做 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 有他說他遲到 其實每個人都可能 有家庭 甚至可能有欺小 或是長輩要陪伴照顧 如果分配時間 就要看智慧 今天 我們真的要恭喜師兄 因為今年的 1月11號 完成了人生大事 111的 一生一世 就是要做 對話的事情 你們太太今天 上班沒辦法來 不過你知道嗎 他寫一張卡片給我 我拿來 我拿來 你看 鄭鵬收 這業績 這不是我們自己寫的 對 對 觀眾評語 對 多沒有意義 後面的女孩 當然是他 對不對 你們宿舍叫什麼 陳桂香 桂香 對 桂香 師姐趕快你寫這個姓 前面這個大雄就是你 而且你看 一路走來 有你 有我 哦 來賓聲聲 大家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哇 寫到這麼多 哇 老公 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 你是一個適合當老公 不適合當情人 媽 但我不怕 因為打從一開始 我就偷偷把你 當成老公看待了 認識七八年了 你的個性告訴了我 這輩子 更定了你 而且這七八年來 在你身上學到了許多 做人處事的道理 你經常提醒我們 要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的付出 別人快樂 我們更快樂 所以啊 還記得上人師父 常講的一句話 要做慈祭之前 要把家庭顧好哦 老公 你不只是一位慈祭的師兄 也是家庭你的好老公 好兒子好孫子 讓我感動萬分 最後我想告訴你 在未來的日子裡 如果有時間 如果我有時間 如果我有時間 也會陪著你 一起做慈祭呢 好啊 哇 開箭喔 開箭喔 老公 謝謝你 謝謝你 讓我了解慈祭 我真的很慶幸 能嫁給你 未來的日子裡 我會永遠陪著你 走進慈祭 讓我們一起去幫助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嗯 特朗 他還有什麼 需要你回答 好 不好 好 當然好 對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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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恩老婆 對我的支持 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做慈祭 神神師師一起做慈祭 哇 我會給她鼓掌 鼓掌 你想不到對不對 對 以前沒自信負面的思考 但是進了慈祭之後 懂得跟人如何相處 長輩 有沒有什麼話要祝福他 呃 現在太感動了 太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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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一直很擔心 就是說 我很驚訝 他結婚後 因為有家裡的 另一半的那個 也就是說 對於是一種祖害的為人 我也很驚訝 他的副部隊長的工作 沒辦法很勝任 香味怪 對 所以今天 知道說 他家裡的師姐 等開幾票了 已經有開票了 所以我剛才要求我們 是不是跟他鼓掌一下 對 我們也希望說 在未來 很快就看到他所證 紅毛同心 重座做主座 學費相收 生生生生生 生生生 好 好 尤村師傭 其實喔 我們想說 福人落庭 我們兩人落庭 福都落庭 其實這句話 是他們做的 正面師兄 也有 他們夫妻 長期的賽跑 我自己也有感受 應該是沒有問題 經過 風風雨雨 很大的考驗 所以說 對這個問題 有的人會很擔心 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沒有擔心 我們看過 那種 慈悲相貌 跟你延行 集囑當下 真正好 再怎麼看得像我們慈禮人 是啊 一切都是好姻緣 所以一切都沒困難 不要操心煩心 多祝福就好 等於好 跟你們宿舍說感恩 也像這句咖啡 千手交啊你 愛的見證 全世界都看到了 祝福你喔 好 和樂平安 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最後還是用掌聲來 恭喜你啦 來感恩感恩 謝謝大家